下西下井 自己演這些猴戚 要強迫大家來看 既然會強法律 這個法徵下大雞 根本不懂 什麼這個 在自己破分 要有相關行法 一發言完 國民黨團總交傅坤旗離開座位 民進黨團總交柯敬明 不滿被酸直嗆回去 司法委員會要排選民進黨團的 國會改革法 其中立委若參與秘密會議 附錄必須要申報 不是說不行 而是憲法第十條 人民有遷徙的自由 把它無限上綱道 我們在限縮人民的旅行自由 您是學法律的嗎 雙方爭論不休 誰都不想讓 光是程序發言 就吵了一個半小時 國民黨在出招提出 臨時散會動議 4月3號了 要厭幹的時候 但是老天有了 發生大地震 我會就是 老天要救台灣的民族了 地外真的是不加開的 人家緊張啦 你要怎麼講 不要再講到天啊 來 只見柯建民急著想繼續發言 傅昆琦在提這事 不想讓你講 這個外國全部都要拆掉 你要冒充什麼 你要開心他們 你能冒充人心嗎 你一句我一句 藍綠總招吵吵吵 但還是得面對現實 進入表決 黃國昌 黃國昌 找來啊 你老弟啊 好 你等於笑他久一點好不好 阿爸啦 因為招委是民進黨的中嘉賓 國民黨以人數優勢 6比5散會成功 不需要找輕渣 民眾黨團總招黃國昌來投票 只是之後雙方還能否合作順暢 因為傳出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下令 當機立委投票可以不用團進團出 這是否也要削弱黃國昌勢力 彼此之間意見的溝通 跟共識的形成非常的順暢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用一些捕風捉影的報導 來見風查針 站穩關鍵小數優勢 不讓藍綠趁虛而入 TVBS新聞東軍年宣 台北常報道